嗨 我是嘉一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找回自我的 S戰警 黑鳳凰 我們的主角琴是一個可愛但很有個性的孩子 有天跟家人出門 媽媽喜歡聽經典歌 但請就想要聽流行歌啦 媽媽不肯退讓嘛 請就用她的超能力來調整頻道 家人都認了 到底是什麼東西在操控這台收音機呢? 而剛好這時琴的腦海裡出現了許多雜音 這對小孩來說難以忍受 琴大吼了一聲後 媽媽就暈了過去 車子這個時候也往左邊 剛好左邊來了一台大貨車 琴的家人因為這件事情而離世 琴也被S教授帶到特種人學校就讀成長 在某一次的突發狀況裡 S戰警出發去宇宙拯救太空員 當他們來到外太空時 發現眼前有個巨大的能量底侵蝕著太空船 研究時來不及救到琴 導致琴被那股能量襲擊大家都看傻了眼 但出乎意料的琴並沒有死去 而是完全的吸收掉 琴得到這股能量後 開始發現自己無法控制 腦中又傳來小時候那個聲響 根本就是噩夢的開始 接著又發生了小時候的慘劇 把重要的人物推去送死 看著眼前的夥伴死去 琴只能逃離這個地方找尋幫助 在一致的對話中 原來有一股力量在窺視著 琴這個人 因為他們想得到那股力量 進而在地球上面重建自身的家園 最後琴跟惡勢力飛到外太空後 兩人一同消失在夜空中 只留下那些殘存的S戰警 呆呆的望著天空 整部電影的特效方面做得很優秀 達到場面的設計也很好 出乎我意料的是 這位年輕版的琴演技上很有感 在一些內心性與對手戲上面 總能溝通觀眾的心情 是一部很傑出的S女警英雄片 但還是有一些值得拿來說準的部分 這一次的反派究竟是什麼人 完全沒有針對這件事著墓 再者他們可以複製人 為什麼只複製一個人而已呢? 如果複製成S戰警的話 電影可能會更有看頭 最後是劇情走向單一線路 就是不用特別思索 可是S戰警好看的地方 在於電影的支線很多 第一次看到這樣的劇情轉變 有一點不適應 也許是一種嘗試吧 但應該可以有更好的表達方式 這女生死了 她仍然是我們的朋友 她不是Gina 所以她是在這門關卡 這麼說 她是不想要想要想要 尼文獻的 我可以告訴大家 結果 dashboard 會不會有一些人 很激動 她能遠遠一點 她的心情 再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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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